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腰报 中共党员名单 惊爆外泄 大规模渗透英国 据苹果日报报道 即美国指控中国间谍渗透后 英国也加入指控 英国媒体周日13号披露取得的数据指 有大批中共党员在英国各行各业的 企业和机构里任职 当中包括英国驻华使领馆 汇丰银行 辉瑞药厂 劳斯莱斯 惹来中方人员渗透英国进行间谍活动的疑虑 报道指没有证据显示相关党员是间谍 但已引起政府对国家安全的高度关注 据英国星期日邮报报道 通讯应用程式Telegram上头 近日流传195万名中共党员登记资料 包括姓名出生地所属族裔地址及电话号码 至9月有一名中国意见人士传给由多国议员组成的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IPAC在网络安全公司协助确认数据真确后 把资料交给四家英国传媒 英国星期日邮报称取得了近200万名中共党员资料 接触多名中共党员在英国学术界及各行各业任职 涉及7.9万家企业及积分公司 包括汇丰银行、疫苗厂商辉瑞及阿斯利康制药 甚至有人在英国领事馆工作 顿时引发跌战疑虑 报道调查后发现 一名毕业于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的中共党员 曾在上海多家外国领事馆工作 包括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部分在英国的大学任教航天工程、化学等 敏感领域的中国籍教授也是党员 而汇丰银行和扎打银行在2016年时 合计在英国雇佣逾600名中共党员 他们被分派到19个部门工作 IPAC发表简短声明 表示从非官方来源取得有关名单 已经交给专家核实 形容记者的调查结果令人不安 联盟将促请各国政府及企业回应 他们打算如何在渗透的情况下 保障他们的利益和价值 星期日邮报报道更指出 汇丰和扎打在当局打压香港意见人士问题的取态时 早已备受批评 在国防企业方面 波音空中巴士和劳斯莱斯同样录用数以百计的中共党员 至于卫生相关企业 单是辉瑞和阿斯利康制药 已经雇用123名中共党员 星期日邮报又发现不少中共党员 透过具中国官方背景的上海对外服务公司 进入外国驻华外交机构工作 而单在2016年 已经有249名中共党员在上海外服注册 按照英国规定 来自五眼联盟以外的国家留学生进入英国前 需取得学术技术批准计划ATAS审批 但英国学术界同样有大批中共党员渗透 报道指部分中共党员在英国顶尖大学任职高级研究员 参与太空研究等敏感工作 虽然报道表明暂时没有证据显示 英国企业雇佣的中共党员从事间谍活动 但报道指按照中共的誓词 党员入党时需称保护党的机密 忠诚与党努力工作 毕生为共产主义奋斗 永不背叛党 据报许下这誓词的人 包括目前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的职员 英国30名国会议员已经联署 要求在国会展开紧急辩论 保守党前党魁施志安表示 最新进展显示中共已经扩散至全球 部分中共党员更任职一些 在国际举足轻重的跨国企业 学术机构 甚至英国本身的外交机构 英国外交部周六晚上发表声明 只有既定程序确保咨询安全 在海外聘请外交人员时 也有做足够的背景调查 但据报当局聘用中共党员前 已经知道他们的身份 不过一名白厅官员直指 传媒的最新发现 已在政府内部引爆国家安全忧虑 那些官员或早已认出军情六处的情报人员 其他国家近月也加紧处理 在各国的中共人员 美国今年前9个月 已经指控14名中国公民 涉嫌触犯间谍罪 近日也收尽中共党员入境限职 即使中共党员及其家属 获得美国旅游签证 最长也只可逗留一个月 另外澳洲也在9月 吊销两名中国籍大学教授的签证 指他们涉嫌参与间谍活动 一名美国中央情报局前探员指 这就是中共 你不能相信他们 指中共党员只会利用人际关系和友谊 满足中共的需要 不过伦敦国王学院刘氏 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巴列特指 即使一些成员是中共党员 也不代表他们真的拥护共产主义 形容事件不涉及意识形态 中国驻英大使馆则称 英国媒体应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思维 另外澳洲自由党议员海斯蒂表示 澳洲民众也有需要知道 是否有中共党员渗透澳洲体制 即使他们个别未必构成威胁 如果有中共党员深处体制或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项目 我们有需要了解 海斯蒂说 捍卫民主的最佳方式就是透明度审查和光明正大 并指总理莫里森政府会继续对抗中国 好我们继续看中国方面的消息 习近平拿张简说事 强令民营企业与中共同进退共命运 据法广报道 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国务院侨办主任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潘岳 12月12日在参加专题活动中致辞表示 张简精深对于今天的中国企业家具有重要的时代启迪 中国企业家当与国家同进退 共荣辱同呼吸共命运 拍阅星期六在北京出席张简精神的时代意义论坛上说 清莫民初实业家张简的精神是中华商道的集中体现 是家国情怀与经济理性的融合 是在一与利公与私家与国之间重塑的商业伦理 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 却同时具有世界眼光的开放平革 他认为张简精神对于今天的中国企业家具有四个重要的启迪 既要厚执家国情怀 要聚焦实体经济 要坚持开放创新 以及要拥担社会责任 其中他谈到 无论资本如何全球流动 无论商业版图如何超越传统的国别界限 大家终究有自己的祖国 企业的根基终究要扎根于祖国大地 终究要将自身命运融入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 潘月提出 面对阶层结构的分化 要参与构建和谐的经济治理秩序和劳动关系 面对贫穷差异和社会问题 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拖住社会底线 面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 要自觉推动绿色发展 助力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家战略 面对国家治理现代化需求 要参与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 把社会责任写在中国大地和世界舞台 据悉张俭精神的时代意义论坛 并非首次举行 但今年较为引起关注 据官媒新华社报道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 在张俭的家乡江苏考察调研时 前往南通博物园参观张俭生平展 了解张俭新办实业救国发展教育 从事社会公益事业情况 张俭是晚清时期立宪运动的领袖 并主持发动了三次国会请愿运动 他一生主张实业救国 曾任北洋政府的农商总长 在民国任工商部长时 张俭指出过去的措施 在五岛民兴业之心 阻止迷费而罚效果 他提出今后不办企业 盖行停霸细听民办 华尔街日报10号则已报道指 如今中国官方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希望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 预计大大小小的民营企业 都将俯首听命 报道称 当局正在向民营企业内部 安排更多的中共党员 切断部分民营企业的信贷渠道 并要求国有企业高管调整业务 以适应国家目标 而那些不守规矩的民营企业 政府甚至会完全接管 将其纳入国有企业等等 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中国火箭军三年增援三成 继续再扩充 据苹果日报报道 美国非盈利组织原子科学家公报 日前发表报告指 中共解放军火箭军 共有40支弹道飞弹驴 比2017年多出3成5 同时目前仍有组建新的弹道飞弹驴 作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其中一项措施 解放军战略飞弹部队第二炮兵 于2015年升格为中国第四大军种火箭军 9月10日发布的原子科学家公报报告指出 火箭军共有40支弹道飞弹驴 比2017年多出了35% 而目前仍要在组建新的弹道飞弹驴 其中12支驴属于东部和南部指挥战区 而这两战区主要处理台海与南海事物 此外近半弹道飞弹驴拥有弹道或巡航式飞弹发射器 卫星画面也显示火箭军位于福建和广东地区的基地 近年有扩大和提升设施的迹象 中国当局并未公布核武储备数量 但报告估计中方共生产350个核弹头 其中约227个为陆地使用 48个为潜水艇使用 20个为空中使用 其余可用于陆地和海上 相较之下 美国截至2019年初储备约3800个核弹头 俄罗斯截至今年初有4500多个核弹头 报告也指出 中国政府已要求解放军空军执行新的核任务 意味着空军现有与研发中的战略轰炸机 可能将射有传统与核武的攻击能力 海军方面 中国也正在研发第三代弹道飞弹潜艇 相比美国与俄罗斯的潜艇 中方现有的潜艇较糟糟糟 中国率先复苏GDP 最快2028年超越美国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中国处理新冠疫情得当 经济复苏速度领先全球 日本研究机构预测 中国的明义国内生产总值GDP 最快将在2028年超越美国 较去年预测大幅提前8年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10号发表报告 对亚太地区15个国家 至2035年的经济增长展望 其基于新冠疫情的两种设想 做出推算 一是 疫情将在未来4-5年内结束的标准情境 另一者是 疫情再会持续 并对全球造成更大破坏的严重情境 在标准情境下 中美GDP出现逆转的时间点 将提早到2029年 而严重情境下则进一步提前到2028年 然而去年研究认为 在2035年前 中国都没有可能达成这个目标 报告解释 中美两国的就业人数 研发费用等数据 在疫情下出现明显差异 当前欧美国家仍受疫情困扰 今年的经济规模都将出现萎缩 中国却相反 预计能维持按年正增长 报告又指 在严重情形下 中国包含香港在内至2035年的名义 GDP能够达到41.8万亿美元 该数字将超过美国与日本加起来的41.6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 另外 中国的人均收入将提升至约2.8万美元 但低于北京设定3万美元的目标 与美国的9.4万美元 日本的7万美元仍存在较大差距 中南山高调为自己同向节目 网民称响起魏忠贤 据苹果日报报道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山一直被视为中国新冠肺炎的抗疫代表人物 今年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更向中南山颁发共和国勋章 中南山有关疫情的一言一行可谓举足轻重 昨天 中南山更回到母校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为自己的同向节目 享受民众簇拥的中南山不怕功高盖主吗 事件引起中国网民热议 有人认为中南山太高调过犹不及 甚至形容是造神运动 更有人称想到了魏忠贤 昨天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建校132周年纪念日上 中南山回到母校为自己的同向节目 节目仪式上师生如追星般夹到欢迎 有人杠围着中南山高喊欢迎口号 照片上可见大部分都没有戴口罩 中南山向在场师生分享读书心得 说希望有更多学子学医 直言学医并不是为了多赚点钱 学医是为了更好的为大家服务 有这样的精神的话 我们的同学是一往无前的 一定是这样 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是一个精神 这个精神是要有梦想 要有激情 要有追求 要争气 好 我们看最后一条消息 拜登说 美国39天后重返巴黎协定 据联合早报报道 美国后任总统拜登 周六12月12号在推特上表示 美国将在39天后 重返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 拜登发推文说 5年前的今天 世界各国通过了有关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 39天后 美国将重新加入 我们将团结全世界 推动更大更快的进展 直面应对气候危机 美国政府去年11月4号 正式通知联合国 要求退出巴黎协定 今年11月4号 美国正式退出巴黎协定 成为迄今为止 唯一退出巴黎协定的缔约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